今天我们核心去来讲整个企业智能化 也就是整个智能化的路径是怎么样子的 包括智能化的发展过程中的管理 一系列的管理问题 OK应该都认识我了 对吧 那我就不介绍了 我们看看今天核心的内容 会给大家讲这三个部分 因为涉及到智能化 前面第一节我们讲信息化 第二节数字化 对不对 整个数据化的建设 第三节我们在数据化基础上 去智能化的转型 所以说我们去看智能化转型的路径 以及因为智能化这个东西 我怕大家会相对来说 比较抽象难理解 我把智能的应用场景核心的放在这 给大家去更多的看一些场景 然后最后会说智能化 其实最核心的一个点 包括其实从我个人认为 未来智能化的这个方向 一定是基于知识图谱的 所以说最后会给大家去讲 这个知识图谱及应用 它的大致的原理 包括它的应用场景 是怎么样子的 OK 那我们下面来看 企业智能化转型的这个路径 我们先来看一下 对于智能化 先有一点就是要把大家的思维先去打开 那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看待一个事的问题 看待一个事的问题 首先要提升自己的这个维度 对吧 我们说点 有点构成了线 对吧 线构成了面 面构成了体 那我们要站在体外去看待这个事物 那我们来看看 其实在智能化整个转型的路径上 就是在构建一个点线面体的一个过程 什么是点 前面我们讲了什么 前面我们讲了很多 就是我们上几课输入化建设的时候 包括信息化 我们是不是在构建各种的系统 对对我们在构建各种的系统 比如说订单系统 什么会员系统 对吧 财务系统 巴拉巴一大堆 ERPSCM等等的一系列系统 对吧 那其实我们说构建系统的目的是什么 是线上化 对不对 线上化 线上化目的是什么 为了积累数据 对不对 就是人手工记录的数据 把其能量系统去记录 其实这个是点 为什么 就散落在各个地方 其实是作为一个收 数据收集的一个处点 对不对 OK 那这些点都在了 那我们要干什么 下部是不是说 就需要把这些点给它穿起来 对不对 穿起来去变成一个线 对吧 去给它穿起来 OK 那其实这个穿起来的过程 大家想想是什么 是不是就我们上学课 在讲数仓 讲整个数据链路的时候 我们从各个系统中 A系统抽一个数据 B系统抽一个数据 把数据都抽过来之后 去做数据的集成整合 对不对 也就是我们说 整个数仓的建设构建 OK 那构建完之后 下一步是什么 下一步是什么 下一步 其实我们是基于这些数据 然后去进行一些数据特征的积累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知识的沉淀 什么是知识 因为知识这个词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 对吧 但是在我们整个企业中 如果站在一个企业当中 知识是什么含义 知识就是我这里列举的 场景 特征 规则 以及效果 这个就是知识 大家的场景理解吧 其实场景有粗力度 细力度对吧 粗力度可能是 是什么某行业 那细的就是具体你工作中的这些场景啊 对不对 比如说 我以风控去举例吧 比如说你像风控 它也会分信代风控的场景 包括在一些营销内容上的一些风控 对吧 会有不同的这种风控的场景 那就是像那时候 我虽然都是做风控 但是其实我面向的场景不一样 那像你比如说一些内容的 可能就是什么违规词啊 对不对 那对于比如信一代的 可能就是我骗 我诈骗的 对吧 骗带的 我的自身的信用不太好 或等等的 这都是细分的场景 对吧 那其实你会发现不同的场景 它会怎么样 我会通过一些东西去区分这些场景 对不对 那至于这些东西是什么 我们先卖个关子后面再讲 然后特征 特征是什么 特征其实是一个比较泛词 对吧 特征 你比如说我们说人的特征 其实说标签就是人的特征 我们说用画像其实就是人的特征 为什么 比如说你身为我们还以张三举例 对不对 那张三 他 长住地是哪 他的兴趣偏好是哪 对不对 包括甚至说他的身高 他的年龄 这数都是他的特征 对不对 这是一个人的特征 OK 那对于规则来讲 规则是什么 规则就是其实我们比如说在业务中 一些流程上 我们哎 出级这个规则 那我们基于专家经验去会去设定一些规则 对不对 就像之前能举例的 那如果比如说A大于1 那往左走 A等于1往中间走 A小于1往右走 对吧 这就是简单的规则 那对于一些场景下 举个例子 我们说 之前早年做花呗的时候 花呗的这个信 我们说花呗的这个信贷 那比如说你的这个信贷额度 小于1000的怎么样 对吧 等于1000的怎么样 大于1000的怎么样 包括你的年龄 小于18的 你是不会有花呗的 然后大于65的 你也不会有开通 不会给你开通花呗的 对吧 这就是业务规则 这有规则 那至于效果 效果是什么 效果就是你基于规则下 所产生的结果吗 举个例子 哎 我给这个 比如说90后吧 对吧 我给90后去推这个 嗯 我说二次元吧 对吧 发现 哎 推一些二次元的内容 他们 这个偏好 包括喜好 对这非常感兴趣 那可能导致的这个转化比较高 那最终 比如说他去购买这些相关的周边 相关的商品 对吧 他整个的转化会相对高一些 那你给80后去推这些二次元的东西 可能这些商品周边转化非常低 这个就是效果 对吧 转化低 转化高 OK 那这个东西 它是作为知识去沉淀下来的 为什么 因为这些东西 它的表现 首先要有数据 对不对 刚才我说的效果 比如说通过转化率 通过这些指标去判定 它是通过数据表现出来的 那我们通过知识去沉淀这些知识 它有什么样的作用 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其实是为了我们后面 就是算法的应用 OK 其实我们去进行智能化转型的时候 第一点并不是说全面智能化 我们比如说直接从数据化到全面智能化 我都不信 对不对 那所以说我们智能化第一步是要逐个点去击破 也就是说在你的业务中去找一些点去击破 举个例子 那对于电商来讲 可能搜索它就是一个智能化的点 对吧 我通过算法让其搜索的更准确 包括我推荐 个例话推荐 签人签面 对吧 推荐更准确 以及预测 我可能对于历史的订单 对吧 对未来预测 包括我去归因分析 比如说我的指标波动了 那我是源于哪些维度 哪些其他的指标导致的 对对 算法应用的点 那最终我们会可以通过知识图谱的形式 让其体系化 但知识图谱我们后面会 逐步的去讲 包括我们后面也会去讲这个算法的应用 每一个场景的点是怎么样子 这里先给大家一个大概的这个框架的这个概念 那知识图谱其实是我们最终实现智能体系化的一个 一个载体 什么载体 因为知识图谱它本质上是在讲实体 就相对于说 它把我们整个世界去抽象成了实体与实体之间的关系 包括这个实体属性 这样讲要抽象 对不对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你 你是一个实体 对吧 人是一个实体 那你的属性你就是个人吗 对吧 你不是动物 OK 那比如说学校 对吧 学校它实现人也是个实体 那它的属性就是一个教育机构 对不对 OK 那你和学校的关系就是你是学生 对吧 你要去上学 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整个的这个世界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啊 虽然说说的有点玄幻 但并不玄幻 就是我们通过实体关系和属性的方式 我们能把整个世界去抽象出来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手机 对吧 这个手机 其实你手上的这个手机或电脑 这个就是实体 那它属性 它就是一个电子设备 它就是一个手机 对不对 那你你是一个人 那你和手机的关系 就这个这个手机是属于你 对吧 是你的移动设备 那你会发现 你通过这些关系的建立 你就知道你和这个手机有什么样关系 对吧 是不是 所以说以此把整个的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世界去 关联起来 就是相对于把实体和实体之间去建立关系 这个过会我们去以实际的case去来讲 OK 那所以说 其实我们整个智能化的这个眼镜的过程 就是在点线面体的这个构建 对吧 最终体系化 其实也就是我们整个的体的这个构建 那下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是不是会 就像上一节和我们讲的 是不是会运用到 就是无所不用其数据 对吧 什么东西都会涉及到数据 你会发现 我需要用数据 比如说做特征 用数据做搜索 做推荐 做一些智能应用 用数据去构建这个智能图谱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去进行数据的中台化 所谓的中台化 就是把这些数据的能力去固化下来 沉淀下来 便于后续整个智能化去应用 所以说智能化的前提 就是我们要把这些数据能力去沉淀下来 比如说产品化平台化 对不对 我们数据开发的工具平台化 算法的工具平台化 包括我们数据处理的这些平台化 对不对 我们要把现在这些能力沉淀下来 打好基础之后 下一步 智能化的路上 比如说我要训练算法 对吧 我要进行数据特征的处理 我都会有一些相应的能力 平台产品去拿来 直接去使用了 对不对 而并不是说 我想要一个智能应用 算法应用 我要从头来扁 从头采集数据 加工数据 然后最终应用 对不对 不需要 就相对一步一步的 一步一个坑 一步一个坑 OK 既然说到智能化 我们要有所谓的眼镜的理论基础 其实有一个模型 这里给大家普及一下 也算作为拓展 就有个DIKW模型 我不知道同学们知不知道 其实是一个什么概念 我们说人类它和动物最大区别 就是人类具备智慧 对吧 那智慧其实是怎么形成的 因为我们既然要研究智能化 或者说要把整个智能体系化 我们要先研究什么是智能 那智能其实就是智慧 那就是人 像人一样 对不对 OK 我们想一下怎么智能 什么是智慧 其实整个世界 大家想想 最原始的东西是什么 是数据 对不对 数据 就比如说1234 或者说任何的数据 对不对 这个就是数据 OK 那数据你会发现 数据是有意义的吗 数据没有意义 比如说我告诉你说 举个例子 我们说车间 这个有10台机床 对吧 这个叫数据 或者说就10台机床 这个叫数据 但这个东西对你来说 有什么价值 有什么意义 没有 对吧 那其实我们是通过 多个数据之间的关系 它所 就是多个数据之间构建的关系 它所形成的信息 举个例子 不同的数据 组成了一张报表 对吧 有指标 有数字 那你会发现 你看到这一张报表的时候 数据报表的时候 你获取了一些相关的信息 对吧 比如说 整个车间 有几台机床 几台好的 几台坏的 几台正常运行的 或者你通过这个 数据 构建成了一个信息 那你所获取到的就是 我知道这些数据组合成的这个东西给我提供的信息是什么样的概念 对不对 我以此能做出一些判断 对不对 OK 那其实如果把大量的信息融合在一起的时候 它就形成什么 它就形成了知识 对不对 就比如说我通过这些经验 比如说通过观测这些信息 经常我看这个数据报表 观测这些数据 观测这些信息 我会有自己的所谓的判断能力 比如说 如果在现在这个状态下 我10台机床可能不够我的生产 就是我的生产可能跟不上 对吧 然后发现10台坏了几台 那更不行了 对吧 我的产量可能跟不上了 那比如说我有20台机床 我可能产量跟得上 这是通过信息以及经验变成了 就是相关的信息融合在一起 建立多个关系之后 它就变成了知识 OK 我们再看你是不是通过这些知识 长久的判断经验积累之后 你可以有所预测 举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我发现每年的订单产量 都会比上一年去提升10% 对吧 我是不是可以对未来有预测 比如说我预计明年可能也是10% 或者10%多一点点 对不对 所以说这相对说 你产生了对未来的一个预判 这叫智慧 对不对 这叫智慧 其实这也是智能的表现 对吧 我们在构建整个的智能的过程中 我们要先看客观存在的 我们自身的智慧是怎么去实现的 对不对 为什么先有信息化再有数据化 你想想 是不是有了信息化才会有数据 大家想想这概念 对于一个企业来讲 是不是你先把系统建好了才有数据 对不对 OK 你多个系统 你可以理解成分散在各处的数据 你只有把数据建立关系了 才会产生有效的信息 那是我们数据化建设 就数仓数据链路的建设 是不是就在去打造这个关系 把数据孤导给它整合起来 对不对 OK 数据化之后智能化 其实就相对说 我们把整合起来的数据去做以算法应用 我们去找这些数据中的规律 对不对 你想想我们人是靠脑子去看了这些大量的信息之后 去找这个规律形成知识变成智慧 对不对 对于机器来讲 我们是通过算法去找这些数据的知识 对不对 然后让其产生智慧 我们所谓的智能 无非就是机器学习 对吧 现在我们还没有突破说 抛开机器以外的 这个所谓的智慧的实现方式 对吧 实现渠道 OK 那我们继续 其实这是一个思路 DIKW模型 所以说 这相当于说 对大家一个视野的拓展 对你的思考方式 也会进行一个转变 对不对 OK 那下面我们来看 数据与智能化的这个路径 就数据化 自动化到智能化 对不对 数据化在干什么 干系统建设 我们系统建设的目的是为什么 是手工记录 对吧 原把手工记录这些东西 变成线上的数据 所以说有了数据 其实这一步是为什么 做数据的沉淀 对吧 有数据 有数可用 OK 那自动化 我所谓的自动化 它就是通过数据以及规则 去让它自动执行的 比如说我举个现实的场景 现在大家都都这个智能家居 对不对 智能家居比较火 那智能家居是怎么实现 比如说窗帘 对不对 我们就以小米举例吧 小米这个做的相对好一些 比如说窗帘 它会设定个时间 对吧 你的那个所有的电器 你也可以设定开关机的时间 对 其实你本质上就是对 对其这个进行规则的设定 对不对 比如说时间几点开机 这个就是规则 然后数据 什么叫数据 数据就是 比如说时间 它是在走的 对不对 那当这个时间吻合了你设定的 这个规则的时间 是不是比如说开机了 对 这就是所谓的自动执行 OK 那这个数据就来源于什么 来源于数据化的系统建设 对不对 OK 那这个规则是什么 规则就是 我现阶段规则 就我们所讲的 叫专家经验 对 什么要专家经验 就是人工编写的 比如说 那个小米的智能家具 你要的设定 我几点开机 几点关机 比如开运行几小时 对不对 这个就是专家经验 还比如说 我现在经验夏天 我的经验是夏天 8点 7点黑天 好吧 那我7点关窗帘 那我夏天可能早晨5点半就天亮了 那我5点半开窗帘 对吧 这就我们所谓的专家经验去设定的规则 人工编写的 那自动执行之后 我们接数据和规则 自动执行之后 你会发现会有什么 这就相当于 会有在什么样场景下的反馈 大家能明白这句话意思吗 就是什么样场景 就还是刚才以我这个智能家居的这个case来举例 就我们说夏天 对不对 比如夏天 那夏天这就是一个场景 对不对 夏天是个场景 OK 那刚才我们的规则是什么 夏天我们说早晨5点半开窗帘 然后晚上7点半关窗帘 这就是规则 那我们通过这个执行了之后 然后什么会有反馈 这个反馈是什么 如果按我刚才说的这场景 反馈可能就是人 人说 其实那个5点半 那个天早就亮了 可能5点就亮了 对吧 这是一个什么反馈 这一个负反馈 就是他做的不太对 对吧 那有些正反馈 比如说 确实是7点半黑天 这个黑天 接着就把窗帘关死了 真的不错 对对 这就正反馈 所以说你会发现 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数据和规则 这个既定下 那他执行完了之后 他的效果反馈上来 那这个反馈是做什么 其实就是做我们后续的判断 那对于系统 对于机器来讲 大量的数据可以让他什么 可以让他知道他的规律 比如说让他知道 我设定5点半开这个窗帘 和7点半关这个窗帘 对不对 如果不对 我应该怎么改进 是稍微提前点 还是稍微放之后一点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 这个所谓的反馈 就是我们所讲的效果 那其实在自动化的这一步 我们核心要做的是什么 核心要做的是场景和规则的沉淀 OK 那下一步智能化 那其实智能化 我们更核心的是在做什么样的东西 智能化其实就是在做匹配关系 什么叫匹配关系 就是我们要把基于数据之上的场景和规则进行匹配 那其实大家想想 那我是不是说在这人工会编写一堆的规则 对不对 会编写一堆的规则 那你会发现 我是不是通过我什么场景下 比如说夏天的场景下 然后搭配什么样规则 比如说五点半开窗帘 那七点半关窗帘 这个规则 那发现效果很好 那我是不是说 我通过此我总结出来 就机器总结出来 我一到夏天 我的窗帘的开关时间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那本质上就相当于说 我机器通过效果数据 就通过它开关窗帘反馈 对不对 会有一个反馈机制 那开关窗帘的反馈 从而去判断它这个规则好不好 以及我知道是在什么场景下 其实说到这儿 我多说一点 其实大家在应用中很多的 比如说你应用的产品 APP什么的 都会有反馈的机制 举个例子 大家应该都刷抖音 抖音是不是 比如说你有让你去反馈 你不喜欢这个视频 对不对 你不喜欢视频 以及你喜欢这个视频 这个就是反馈 对不对 包括还有很多的这种 类似于反馈的这种东西 比如说你刷淘宝的时候 你刷淘宝的时候 是不是你刷它那个橱窗 就是那个商品橱窗 你如果长按 或者有时候滑动 会有你不感兴趣 对不对 或者等等 都会有这种负反馈 正反馈和负反馈 对不对 所以说就是在无时不刻通过反馈 去进行智能化的一些训练 OK 那本账智能化就是在匹配场景和规则之间的关系 对不对 那这个场景我们是怎么判断出来的 因为刚才我给大家说 夏天 夏天其实是因为我是人 我知道夏天 对不对 但是对于机器来讲 因为大家要转变一个思路 就相对机器如何智能化 而不是说我们人如何智能化 我们人本来就是智能的 对不对 我们人比智能还智能 我们人是具备智慧的去发明智能的 对不对 那对于机器来讲 它怎么去判定识别场景呢 它说会有一些特征 那这些特征是什么样子 我举个例子 特征会有各种各样的 那比如说我还是以这个 前面我说智能家居夏天这个场景来说 那是不是说我一到4月份 4月份还没到夏天 对吧 6月份7月份7月份应该到夏 不对 7月份是夏天吗 123456 春夏 春夏秋冬 对吧 那4月份应该是夏天 对不对 那比如说 到了4月份了 那其实这个就是场景的特征 这就夏天的特征 就4月就是夏天 对不对 4月就是夏天 这相对于自然规律 OK 那4月就是夏天的特征 夏天是场景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如果到了4月 那这个时候就会触发感知说 现在是夏天的这个场景 对不对 那以此我把规则的以及效果反馈的匹配 通过知识图谱去构建 这后面我们会给大家讲知识图谱 知识图谱构建 从而去知道说 我在夏天这个场景下去匹配什么样的规则 它能得到一个好的效果 对不对 这个就是数据化智能化路径 OK 我们来看智能化的核心是什么 是数据的闭环 为什么我们前面上节课去讲整个数据链路的建设 因为最核心是数据闭环 为什么 我们就说这里会讲到感知 就是整个数据的闭环是怎么样子的 大家想想自动驾驶 大家知道吗 说到自动驾驶 想到特斯拉 也想到马斯克 对吧 马斯克 其实自动驾驶 为什么现在很多都在往自动驾驶去 比如说又搞AI的 像百度或者等等 都在往自动驾驶去发力 因为自动驾驶是智能化一个很核心的点 为什么 自动驾驶的 如果一个车 什么叫自动化 什么叫智能化 如果我们说车智能化 它是不是可以去自动的去躲避这个人 比如说他自动在路上跑 他不会出车祸 他遇到人会躲避 比如说他也会超车 对不对 他是通过怎么样去进行这些动作 他是不是去对场景的一些感知 对不对 对场景的一些感知 那自动化是什么概念 自动化是不是就像那些说 你去玩遥控车 你去玩遥控车 对不对 你自己拿着那个遥控器 你去玩遥控车 比如说往前走 往左走 往后走 这个是全部都有你的指令去出发的 对不对 那对于这个车来讲 他说不需要感知什么场景 他只需要听你的命令就行了 对不对 就像你驾驶这个汽车 那其实这相当于说自动化 那你不用驾驶这个车就能开得好好的 这叫智能化 其实有一点很核心 就是智能相当于说 他可以自动感知当下是什么样的场景 以及去自动化操作 对不对 这个叫智能 OK 那是不是说 所以说我的第一步是去感知 对吧 那感知本质上是什么 感知本质上就是 比如说对对自动驾驶来讲 我就车上的传感器 对吧 那对于我们正常企业包括系统来讲 是不是前面我们讲数据采集 我们把相关的数据采集进来 为什么 我们通过数据再加上识别规则 我们是不是就能去感知这个场景 对不对 那比如说自动驾驶 那我们通过雷达识别上前面前方有人 那我的试别规则是只要有人我就需要去躲避 对不对 OK 那其实这就相当于说我对前面有人的场景做了一个判断 去感知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数据感知之后 那我是不是能感知到具体的场景 因为它有场景的特征 举个例子 我们以比较具象的企业的实际的case去来看 比如说 三个月未消费的用户复购 对不对 我们可以通过用户的行为 采集进来行为 我们发现他这个人三个月没有消费了 对吧 他这个用户三个月没有消费了 然后三个月没有消费之后 产生了复购的行为 对吧 又再次购买了 这个时候我们能判断这个场景 基于这些数据去判断这场景 对吧 包括在什么场景下用户支付的金额 这就是场景的一些特征 OK 我们通过知道了这些特征之后 比如说针对于三个月未消费的用户 让其产生复购之后 我们通过去执行一系列的规则 就基于场景规则 比如说 对他通过什么渠道的方式去触达 包括触达频率是一周一次还是三天一次 以及有什么有创意的文案 对不对 有什么样的素材 包括对其的处置方式 对不对 对其处置方式是怎么样子 然后去实际执行 执行了之后 他其实会有什么样 会有所谓的执行效果的反馈 对不对 就是我说了所谓的效果以及反馈 比如说 我们通过这里的规则 比如说对他的素材 创意的素材 然后触达 然后包括什么样的频率 这些实际执行了之后 他有没有产生转化 这个时候 我们比如说他没有产生转化 这个就是所谓的负反馈 对吧 我们通过负反馈 去来返回这个所谓的执行规则的 这个决策的地方 从而去变更规则 对变更规则 因为他没有产生正的反馈 就没有产生转化 对不对 OK 如果产生正的规则 你没发现 这整个一条路走下来了 然后形成闭环 什么闭环 就是我这个反馈 从而能让机器感知的 当然是大量的数据 对吧 能让机器感知到什么 能让机器去感知到说 我在这个场景下 我用了这个规则 执行了之后 它的效果很好 对不对 大家想想 所以说 它形成了整个数据的闭环 简单来讲就是 我在什么样的场景下 用了什么样的规则 然后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 那以此我这个效果是正反馈 还是负反馈 如果是正反馈 它就代表是一个好的 所谓的一个好的处置方式 对不对 如果负反馈 我需要去变更我的处置规则 处置方式 那从而积累了大量的数据之后 通过算法的训练 我是不是就能去知道 什么样的场景下 我以什么样的规则 会带来好的效果 那所以说 在整个过程中 你会发现 数据感知 过程数据沉淀 以及结果数据沉淀 这个是我们所核心 智能化的核心 对吧 通过数据闭环 我们去把这些数据沉淀 从而去训练算法 才能产出有效的 所谓的模型 对不对 你说整个过程 其实就是在做知识的沉淀 对吧 那我们后面来看一些 智能的应用场景 这个会更贴近大家的认知一些 OK 其实说到不管是整个大数据领域 还是智能化领域 其实应用最成熟 相对成熟 包括会推动数据 以及智能发展的行业 有两个 大家知道哪两个吗 一个就是营销 一个就是风控 我们现在看一下营销 自动化以及智能化 这里实际的case 大家可能更容易感知和理解 我说到的自动化 以及智能化的区别 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下营销 既然说到营销场景 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我知道大家各行各业 对吧 各行各业不同 那我先简单说一下营销 大致场景抽象成的 有什么样东西 其实前面也有说到 营销最核心是什么 就是这几点 人 对吧 我给什么样的用户 就什么样的人 这里我们所谓的人 然后自动化 什么含义呢 就是前面我们有讲到说 我们可以对自己的用户群体数 分成好几类 ABCDEFJ 好多类细分 对吧 比如说购买力强的 购买力弱的 然后北上广的 二线城 三线城 四线城市的 对吧 下沉五线以下 下沉城市的 对吧 等等的 可以分取 那其实就是在不同人 以及所谓的基于这些人身上的 这个运营流程 比如说我给一线城市的人去推什么样的活动 然后有什么样的奖励 对不对 以及他的转 出达方式 发短信 打电话还是怎么样 频率 怎么样子 对吧 OK 那包括对低线城市是怎么样子 我可以通过自动化去设置他运营流程 那包括 我要给人去推素材以及内容 对不对 然后所去促成用户的转化 对不对 OK 那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其实本质上人所指的就是我们对客户进行分层 所谓自动化 MA就是marketing automation 就是指的运营流程自动化 对吧 那以及素材内容的匹配关系 这是营销自动化所核心的几个点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人相关的 对人是干什么 就圈人 刚才我们说到用户的分层 对不对 我这一个实际的case给大家看什么叫圈人 就是我们通过比如说不同的用户属性 以及不同的用户行为 甚至说行为序列 去把一群人圈出来 对吧 比如说年龄等于多少的 用户行为要满足过去30天 比如完成购买大约等于一次的 对不对 行为序列 什么叫行为序列 简单来讲就是他先干过什么 后干过什么 比如他先看过A网页 后看过B网页 这就叫行为序列 他要满足这个 对不对 OK 这就是圈人的基本概念 对不对 OK 把人圈出来 其实 刚才说的 这就是圈人 正常的 我们说营销运营的圈人 人群的分层 就是通过那样去分的 那我们对于圈人的场景下 如何去进行智能化的改造 或智能化应用 前面我们有讲到什么 智能体系化的前部 是在某些场景 某些流程中进行智能化应用 对不对 OK 我们看在圈人这个环节 其实就有两种 包括不止两种 就比较典型的两种的智能化 相关的优化 包括应用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智能圈人 这个智能圈人是指什么 我们可以基于效果的人群特征 然后从而去选择性优化 就相对于说 比如说我们需要把转化率大于 这个万分之一的吧 对吧 这些人圈出来 就相对于我不去 基于特征了 就比如说性别年龄 而我直接通过效果去进行圈人 那这个就相对于说 我通过算法 对历史数据的训练之后 那从而我能知道哪些人 哪些特征的人 他的这个转化率会高一些 对不对 这个一会我们给大家看实际的场景case 然后look like 我们先简单说一下这两个场景 look like 人群放大 人群放大是什么 就相对于说 我们需要把有相似特征的人群 去进行扩充 比如说我可能实际有一波种子人群 这个种子人群就是我的高转化人群 但是他只有一万人 对吧 那我但是我的这个用户群体 我的用户池 他可能有一个亿 对吧 一千万一个亿 我需要把这些种子人群 在我这一个亿中找出来 与这个种子人群相似的一群人 然后去比如说做营销 做转化 对不对 OK 那这是两个场景 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每一个场景 一些具体的case 以及它实现的原理 怎么实现的 那我们说智能圈人优化 对不对 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投广告吗 我们知道投广告 对不对 比如说网页上的广告位 资源位 那我去投广告 我举抖音的例子吧 抖音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一些 抖音上是不是会有一些什么 那什么购买链接啊 团购链接啊 对不对 比如视频刷到的 有些带货什么的 那你是不是点这个抖音的时候 点这个链接的时候 它其实这个视频就是在做广告 对吧 不管是软广还是硬广 还是怎么样形式的 那它推出这链接了 那它有这个链接 是不是就有人会去点以及购买 对不对 这个就叫投放效果数据 在一开始 大家去投这个广告的时候 是不是会积累很多这种数据 就是有点了没买的 有点了买了的 对不对 这个叫投放效果数据 而且在这些效果数据之上 还会有些什么数据 比如说你是什么样的人点了没买 什么样的人点了买了 举个例子 男性的 对吧 20到25岁的点了没买 因为你会有 你比如说你进入抖音 那抖音它就会有你这些人的一些 基本的我们说标签 对吧 就基本人的特征 行为属性 然后发现女的女性 然后25到30岁的 点了买了 对不对 会积累一些相关的这些 叫投放效果的数据 那基于这些投放效果数据会怎样呢 你会发现就会产生所谓的正负样本 什么叫正负样本 正负样本是机器学习里 我们说算法里的这个概念 因为我们需要去训练模型 对不对 训练模型 那什么叫正样本 理论上正样本就是那些点了买了的 对吧 点了买了的 因为我们希望更多人去买 对吧 那副样本呢 副样本就是点了没买的 比如点了流失的 对不对 OK 那其实对于正副样本来讲 我们有很多正样本这些人的 比如标签啊 包括他看的素材啊 购买的商品是什么样子 以及这个转化的渠道是什么样子 对不对 那对于点了没买的 也有 哎 他的标签是什么 他的看的这个创意内容素材是什么 以及他想买的这个 就他点的商品是什么 包括他的渠道是什么样子 对不对 OK 那通过这个相当于说是分开训练 比如说正样本 副样本 作为训练数据 去算法进行训练 训练之后 大家要理解一个概念 就是算法 大家可以理解简单理解成你上学学的二元一次方程 对吧 二元一次方程 但是二元一次方程它不是有个参数吗 比如说 Y等于X的平方 对不对 对 那算法是什么含义 比如说Y等于X的Z次方 Y等于X的Z次方 那我们要算出Z这个参数是什么 那所以说我们需要很多的数据去验证 对不对 OK 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正副样本 那我们验证出来 比如说 Y等于X的平方 那这变成什么 这就变成了模型 什么样模型 模型本质上就是我的公式固定了 我的参数固定了 那个Z那个参数等于2 那比如说这个时候 我Y等于X等于1的时候 Y就等于1了 对不对 因为它本质 我们说算法背后就是一套数学公式 就这个概念 算法和模型概念不太一样 算法就是Y等于X的Z次方 那模型其实就是我训练完了之后 我知道那个Z的参数是几了 是2 对吧 那就Y等于X的二次方 简单来讲是这样子 当然会实际会复杂 不是那么简单 OK 那这个时候 我模型产出了之后 我是不是就可以通过我的这个模型 我从而去提升曝光提升转化 有个同学说 那我怎么提升曝光 怎么提升转化 那大家想想 那我是不是说可以当这个人进来的时候 他是不是带着自己身上的标签 那我通过训练的模型 我就会判断出来这个标签的人 包括他看到的素材或想买的商品 他是不是购买的概率大 比如说购买概率90% 那他可能大概率购买 对不对 OK 那如果从我们这个智能圈人优化的这个场景下 就相当于说我们需要圈出高购买意愿的人 比如说90%以上购买意愿的人 那是不是说我们通过给所谓的这波人 这个模型一个目标就要转化率大于90% 那这个时候他会去圈 通过他的正样本的这个用户标签 大致会是哪些人 然后去圈出一波人了 对不对 这就是基于结果的智能圈人的优化 对吧 就相当于说我们有一个概率 我们想要圈出这些概率的人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些人他什么样的特征 那我们可以就可以基于相当于说智能化的 去基于结果去反推 我们的数什么就标签什么 我们怎么去圈人 对吧 这是这个case这个场景 那我再看第二个 第二个我们说在圈人的这个智能化场景下的这个case look like相似人群放大 这个以实际的一个案例给大家去来讲 之前说我有做过一个业务 是和罗兰贝格 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罗兰贝格吗 就是世界比较知名的这个咨询公司 罗兰贝格 就会有一种方法论 就他们的方法论 我们知道咨询公司有很多他们方法论 他们方法论是干什么 是去通过调研 去判断这个人的价值观 那本质上简单给大家讲一下本质逻辑 本质逻辑就是我会给一拨人 比如这里 写到 比如说给10万人去发这个调研问卷 他调研问卷其实是很多题目 然后题目对应的分值 就是每个人对题目对应的分值 就比如说举个例子 你喜欢什么种吗 然后有1234567 其他几个分值 然后让让这个用户去打 OK那去通过实际的这个客户的调研 去让他打分 那基于他整个的调研问卷 从而去判断这个他自身的心理价值观 有20多个心理价值观 比如说这个追求高质量的尊贵的 或者等等的 这里就不阐述了 会有价值观 OK这10万人相当于说是以实际的样本 就客观实际的样本调研回来的 对不对 就真实的客观存在的数据 但是大家想想 这个其实你比如说对于一个企业 对一个公司 他内部他可能有几千万上亿的人 对不对 因为他为什么去调研10万 因为10万只是从成本角度考虑 你不可能全中国14亿全调研了 对不对 OK你可能有这个14亿人的一些行为数据 但是你不可能去给这14亿人全部调研 那这时候你调研10万人 调研10万人干什么 我把这个调研数据拿回来 然后呢 去做人群放大 怎么去做人群放大 大家想想 我调研这10万人 这个10万人在我们自身企业内部的数据里 是不是有其行为数据 也可以理解成有标签 对吧 集园行为数据打出来的标签 OK有标签 标签就是特征 那我们是不是说可以通过这些特征 进行相似性的 在我们已有的数据放大 就简单来讲 举个例子 我再举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男20到25岁的 我发现他价值观 比如说对于这个尊贵而言吧 他价值观 是处于比较高的 就或者说他对这个尊贵的这个倾向 或者说他自身的这个感觉是比较好的 对不对 通过分支总结出来的 OK 那对于这个东西 我是不是说可以简单来讲 就相似性的就从比如说这十几亿人里 对吧 我们自身的行为数据里或者标签里去找男20到25岁的 当然放大他会去模糊特征啊 就不会说我就单纯的把男20到25岁的人拿出来 而是说他综合考虑很多特征 从而去判断啊 这两个人是相似的 那既然这两个人的特征基础属性是相似的话 那他就把A身上的价值观去赋予给B 对吧 就虽然说B我没有做实际的调研 那B我也可以说他是尊贵的 对不对 就是这个概念 所以说把少有的10万人会去放大到2000万人身上 对吧 就是通过这种特征相似的 去把他身上的属性去转移 就相当于说你可以理解 你和我很相似 那我有的 兴趣偏好爱好 那你也可能去有 就以此 就这种逻辑 OK 所以说就未掉燃人身上 那他身上就有了所谓的价值观的继承 对吧 OK 那他继承了价值观之后 通过聚类的方式去划分了不同的人群 这个聚类是大致什么概念 这会涉及到人群的聚类 刚才我说到他其实是对价值观的打分 对不对 就是他其实会打提 然后对价值观打分 那其实他在放大的时候 就给那些没调研的人去放大的时候 他其实也是把这些分值去赋予给这些人身上的 就理论上他每个价值观都会有分值 比如说一到十分 对吧 他都会有分值 那他其实也是每个价值观的分值 去赋予给这些相似的人的身上的 OK 那这些相似的人分值 那他其实分值 是会有这种 就是他的分值其实是会有这种 我们通过空间向量 然后通过无间多学习 会知道什么 会知道分值间 就是这种相似 你可以理解 他的分值非常接近的人 就比如说 有一群人分值非常接近 另一群人 他们分值比较接近 对吧 那以此去分出了这么八类 八类人 大家看 其实我前面说到的心理价值观 就像这种叫红蓝图 对吧 就是红蓝图上他会有26个价值观 比如说蓝色越深蓝 那是他倾向性高一些的 然后红色是反对的排斥的 越红 就深红就是越排斥的 OK 那其实你会发现 就是有一类人 他的价值观的分布 你可以理解这个图的样式 他就很类似 其实就相当于聚类 OK 这群人他比较相似 所以说我给他聚为一类 算作一类人 那以此这种相似性 聚出了八类人 也就是说 基于这些人去分出了八类 对吧 那其实相当于说 我经过了从根据客观的数据 从而去放大到 我没有调研的这些人身上 那基于这些所有的这些数据 然后再通过这些分值的相似性 大家可以看图 比如图的接近 我这一类人 这个价值观的这个图都长得差不多 其实就分值的接近 然后把它归为一类 这叫人群的巨类 我们说巨类算法 那其实你会发现很多 类似的人群也好 或者说这种人群分层分裂也好 都是基于此去做出来的 比如说举个case 天猫也会有自己人群的划分 对吧 天猫也会划分了八类 新锐白领资深中产精致妈妈 小镇青年 这个这个这个 ZZ时代的人 都市银发 然后小镇中老年 以及都市蓝领 对吧 这个也是通过就是天猫和贝恩 然后贝恩也是个咨询公司 他们去相当于对这总结出来 其实本账 它背后也是对人群的巨类 只不过他们这些属性 都比较相似的一群人在这儿 那我们大致 就是这群人包括他的分量 我们看看大致 比如具类算法 这个大家对拓展了解一下 拓冲景的事业 具类算法其实是有很多的 那我这 这里给大家举个case 比如像K-means这种 这个具类算法 这也是比较 比较常见 比较基础的 它大致的原理是怎么样子 我简单跟你讲一讲 首先其实对于 比如说五间都学习 因为这具类它不是说像我描述的 我们这个人身上 它有很多特征 年龄性别属性 我直接通过规则 就去把这个判断出来 而是说 它会把 比如刚才我说的分值 它会构建空间向量 这个东西 大家高中应该学过向量 对吧 就是两个点 在坐标系上之间的距离 二维的向量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对不对 空间向量 你又可以简单理解成立体的 就是 它在坐标轴上 就空间中 这个向量 对 它会把这个实际的数值 转化为向量 然后去算距离 距离是作为这个特征 它没有什么一些实际的含义 这我相信很多同学可能就 就晕了 这个晕了 无所谓 这个大家听不懂 就当听个故事 对吧 或者大致 听个听个乐 就可以了 那我看像kmeans这种距离算法 简单来讲就是我把数值转化成了这些数字 你看 比如说 你又可以理解这些数值 对吧 这些数值 那我转化成了数字之后 在具体它坐标系上去打点 对吧 去打点 就你会发现 哎 我这是 就是打点的 比如说大家看图上这个我打点了三波 对吧 其实三波就是它根据它具体的 比如说一个人的数值往上面打点 那这个时候我算法我会通过这些点 你会发现这个点其实会扎堆的 对不对 那我的算法其实是通过不断的去看 然后去找这一堆的一个中心点 哎 对 比如说它逐步的去修正 修正优化 就训练修正优化之后发现 最终这三个和三个点 你就可以理解成我巨成了三类 对吧 巨成了三类 当然这很多维度啊 比如说这里显示的dimension一二 这是两维的 其实当时我们在做的时候是有20多维 一个价值观是一维吗 对吧 有20多维 就你可以理解每个价值观上的分值 它就是一个当前一维上的分值 这可能大家越听越晕了 这不用care关心 你就知道这一点 巨类就是把这些数据打在这个坐标系上 对吧 然后它通过算法不断去训练 去找这些中心点 也就是说类的中心 你发现这是三类 然后它找找找找找到三类 然后会把这三类去单独区分出来 但具体什么意义 算法没法解释啊 这个意义只能去靠人来 因为无监督学习啊 就深度学习 神经网络这个它是没有意义的 就是这个意义要靠人去解释的 那下一个case 这个case就比较好理解了 这个case因为跟算法就没有关系了 这case就是用户画像 对吧 用户画像就还是以刚才这个 我们说心理价值观 这个心理价值观为例 那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通过这个 就是圈出来这拨人嘛 对吧 我们通过他整个的这个会员群体去来看 因为我们相似性人群放大了 我们把10万的这个样本放大到2000万人身上 就即使没有调研 也给所有的会员身上都贴了他的价值观的分值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看出来 比如说就个例子 某集团中高端手机品牌 它整体用户的 它的价值观是什么 对吧 我们说倾向的和排斥的 包括中低端的品牌倾向的和排斥的是怎么样子 这是另一种类型的用户画像 虽然说大家不是大家常见的 应该就是一些基础属性 年龄性别 这个地域之类的 OK 这种也是算用户画像 但是它就是和大家常见的不太一样 它是以心理价值观 OK那前面是讲了圈人对吧 圈人的case包场景 我们下面来看MA 我们说的自动化 那这里就是我所前面所指的自动化 我们说MA叫marketing automation 就是营销自动化 简称MA 营销自动化是什么 我给大家这里截了这个图 这个就是一个营销自动化的一个流程 是什么含义 大家看这个流程图 大家有没有记得第一节课 我给大家有展示过 workflow工作流的配置 其实这个是差不多 这个就相对于说场景化的工作流 什么场景 营销场景下的工作流 对吧 就比如说大家看 它这其实有很多的节点的 包括判断 比如条件判断 执行控制的这些配置 配置项 对吧 比如开始还通过表单的时间 提交表单 然后去判断 有没有提交 对吧 比如说六个小时内提交了 如果是的话就微信回复它 然后这条分支就完了 如果没有那微信回复再判断六个小时内 如果有微信回复 罢罢罢罢结束 如果没有再等等待到什么时候 再微信罢罢罢罢 对吧 这就是一个运营流程 营销流程 那这里我给大家举了这个case 比如说当注册用户 我们挑10%的注册用户 放到样本池列 最终目的是为了它转化 对吧 新用户注册之后 给它促成转化 OK放到样本池列 比如说静置观察几天 看它会不会自然转化 如果会自然转化 就完成我们的目的了 没有自然转化那拨人 我们进行AB版的营销计划测试 我们说AB test 对吧 一拨人去A版 一拨人去B版 然后再静置观察几天 静置观察几天之后 营销转化 如果转化了的 对吧 还完成了我们这个流程 如果没有转化的 去C版 再给它一轮营销计划 没转化了 我们就不管了 对吧 流失了 当然流失的未来 也会有一些相应的动作 对不对 那转化的就完成了 对吧 你看这也是一个营销的流程 对不对 OK 那在这个流程 为什么给大家看这个流程 因为这里面想讲的就是 我们在这个流程中 也能找出很多智能化的点 什么智能化的点 比如说这中间会设计到什么 AB test 对不对 AB test AB版 是不是说我能通 因为AB test的正常 它可能有些指标 我通过人工去判断 可能A版好一点 我以后就用A版了 就以后的经验积累 这个时候 其实我是不是可以把它智能化改造 就我不需要人去来判断了 我直接通过机器 对吧 我通过机器去来判断 AB版的优劣 对不对 那至于算法训练 或机器行动学习方式 前面我们已经讲了 大篇幅在讲了 对不对 那这个点其实可以智能化改造 我通过算法去进行智能化的一些 就我把历史数据学习 进行智能化一些决策判断 对不对 OK 那包括在这个地方观察一天 我也可以进行智能化的去分析 对不对 比如说去进行归因分析 它为什么转化对吧 转化是由于哪些 转化到底是由于营销计划 还是因为它就是到这个节点 还是因为其他的因素 还是因为渠道或等等的 对不对 那其实你会发现 这环节中我们也可以逐步的 就是逐个点的 去进行一系列的智能化的改造 对不对 OK 那下一个case 给大家想去给大家看的 就是素材与内容 我们知道营销一定少不了素材和内容 就是你看到的东西对吧 海报啊 什么东西的 商品啊 素材 详情啊 之类的 那其实这里的智能化就是我素材与内容的智能生成 就今天给大家讲case 然后还有一块就是活动与素材匹配关系 对吧 那怎么呢 我们就直接来上图看图 这是我实际给大家去 去那个 就在前几天啊 我做客戒的时候 我实际给大家操作的 就是 其实智能化比如说生成图智能图文生成 对吧 包括什么这些这些产品工具 包括技术已经不能说很成熟了 就是已经发展了好多年了 这个我是 大家知道阿里妈妈吗 就阿里妈妈 她会有 就是这种智能文文生 其实最早的时候 就是叫鲁班啊 最早在阿里内部叫鲁班 那其实我就上去给大家去实际做一下 我去找了就是正常 这个就是淘宝还天猫 我忘了讲 看样子很像天猫 天猫的随便的一个商品详情页 商品详情页 OK 那这是原商品详情页 然后我去输入了 就是把这个详情页的链接 去输入它这个智能图文生成的这个工具 那这个时候他就会他就通过自动扫的这些商品 然后他自动生成了这些 比如说手胶的树板大图啊 对吧 这些大图 你会发现会不同的风格以及文案 你看 你看他就这个是原来的 对吧 他素材就直接从原来地方取了 然后自己去做出图来了 对吧 这就是智能生成的图文 其实这个是不是就极大的提升了 人的效率 不用做图了 大家知不知道 尤其是早年电商特别火的时候 那时候美工特别稀缺 或者说美工的工作特别饱和 对不对 大家知道吗 应该从2020年20年的时候 淘宝百分之 尤其是大醋 淘宝百分之80到90的 就是你们能看到的这些商品素材 什么等等的都不是人做的 都是电脑自动机器自动生成的 就是他通过这个人对这个东西偏好 你会他会生成这些不同的 包括文案图的一些编排 对对 这是智能生成图文的 还有营销文案的生成 你看比如说也是通过刚才那个商品箱形液 对吧 他扫描了这些所有东西之后 去根据这个他的风格特征 这个他的上面也有那个自动视频生成的这个工具啊 包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验过 我用的还比较多一些 就是什么一键 因为我尤其是玩之前 我之前玩无人机嘛 那大江的就是一键生成 现在很多视频都有视频网站 视频剪辑都有那种一键生成 你会发现还都还不错 所以说整个的这个制动化进程 还是还是相对比较快的 因为有很大的场景 你看这就是包括从banner场景啊 对吧 信息流的场景 他的这个标题是怎么样 他自动给你生成 他就基于这些素材 然后去自动给你生成这些 这是不是就制动化极大的提升的效率 对吧 所以说你看 为什么我们说文案和内容 就刚才回头来讲说素材内容 就是因为再回到最初的 我们这里给大家看到了 营销的核心就是人运营流程 对不对 以及素材与内容的匹配关系 本账就是我给什么让人 是放什么样的活动 活动中他看到什么样的素材内容 从而导致这个用户转化 对吧 所以说这几点 我们把每一环节都制动化优化之后 你会发现整个 比如说我用10个人 是不是后来用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了 是不是极大提升的企业效率 以及速度 像这种生成是瞬一瞬间的事情 对吧 你要人每工作图再快 他是不是一张图也要半分钟 一分钟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效率 一个质的提升 对不对 OK 那前面都是 我们说逐个点的这个智能化 那后面我们再看整个智能营销的体系 我们站在我们说点线面体 对吧 整个智能化的智能营销体系是怎么样 其实本质上 我们整个智能营销体系 当然先从流程看起 选定目标人群 对不对 然后创意匹配 对吧 我对这些目标的群体干什么 相应的文案素材的匹配 就什么样的人看到什么样东西 对吧 比如说00后就让他看二次元 80后就让他看这种母婴 对吧 婴幼儿产 婴幼儿商品 对吧 创意匹配 原来素材 包括前面 我给大家说的case 这里多说一点拓展一点 就是刚才给大家说到红蓝图心理价值观 对吧 OK 当年做实验的时候 其实有一款奶 我给大家实际说case 就有一款奶 它当时奶最初的 就是我们说海报 海报的设计是打便宜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低价对不对 然后怎么怎么样 上面写的 但是其实通过用户画像分析出来干什么 其实人就是喝这款奶 买这款奶的人的属性 都是这种尊贵的 就是比较高贵一些 它注重质量 高品质 质量 这是他们就核心这些人的特征 那以此我们判断出来什么 就判断出来它这个素材要改变 怎么改变 变成 它不去强调价格便宜了 而是去强调什么来源于什么草原 对吧 然后又是怎么怎么污染 怎么怎么质量好 就全程不强调价格 而是强调品质 从而去提升了 我记得两个多点的转化 提升了 就是提升了20%多 然后在转化率上 基本上从千几达到了 已经上升了一个十分位 达到了百几 具体我忘记了 所以说就相当于说 对不同人群 它匹配搭配的文案素材不一样 导致它整体的转化是不一样的 对吧 包括投放的渠道 因为不同的人 他看广告 包括喜欢接受广告的渠道不一样 渠道什么 有些人喜欢看短信 像我这种短信的小红底都几千条了 对不对 我不会翻 可能大部分人都不会翻了 有些人 他就喜欢看邮件 比如说老美就喜欢看邮件 对吧 就老外 比如有些人 他就喜欢看push 这个app的push 所以说不同的渠道不一样 有些人就喜欢看电视网告 就喜欢去网页资源位 投放渠道不一样 然后再选择 我基于这些效果的数据回流 对不对 然后进行效果分析 你会发现在生成闭环 基于效果分析 干什么 分析什么 分析用户行为 分析用户发向 分析转化效果 基于此再去对下一步进行目标群体的选择 就人群的优化 其实你看就是形成了数据的闭环 对不对 形成数据闭环 然后基于效果分析 从而再次优化素材 匹配 像刚才我给大家举的这个case 是不是就是真实的 这个优化的一个心路历程 对不对 然后包括 哎 渠道归因 我发现转化的人都主要通过哪些渠道来的 那我以后核心主要投这些渠道 对不对 OK 那所以说你会发现 我可以通过效果分析 去对整个我的营销模型去进行优化 哎 简单来讲 就是比如说本来就投了25岁到30岁的男性 投那个 然后奖励是那个游戏奖品对吧 通过做游戏会获得一些奖品 然后短信 通过短信方式 那通过优化完之后 我发现 哎 叠加互联网属性会更好一些 包括不不玩游戏了 直接领圈 然后我通过push的方式 OK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销售场景啊 CRM的这场景 social CRM 我们给大家多看一些场景啊 这就是销售 我们说CRM对吧 SCM就是social 就是社交嘛 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微信的这些 好友关系的分享 从而去促进销售啊 促进客户关系管理 那一般比如说CRM会有 我们说销售会有销售阶段 对不对 但这个阶段 不是说所有阶段都这个样子 我只是给大家举个case 对吧 哎 进入线索 对吧 线索池 比如说市场通过一些广告啊 或者SEO SCM 就这个获取线索 放到线索池 然后销售进行首次接触 然后有意向了 线下拜访 然后对高 然后可能才高医院最后成交了 这就一步一步的 所谓的转化流程 对吧 它会分阶段 我们说的转化阶段 那 讲这个 像SCM场景 我给大家看 看一些具象一点的 这样让大家有点体感啊 比如说SCM长什么样子 这我们一般说的这个销售管理 就是CRM 但SCM就是贴合 比如说它可能会有 就是社交的这些场景啊 微信啊 它通过分享这些文章表单 白皮书啊等等 让和你通过 比如微信生态 然后和客户产生关系 更密切的关系 或更频繁的关系 从而促进转化嘛 对不对 OK 那包括 比如说 这是具体的一个客户 他有一些客户资料 给他打标签啊 一些基本信息 对吧 包括他的动态 以及他在当前阶段 看这个就是阶段 对吧 不同企业 它有不同的阶段啊 然后可以通过这打电话 对吧 对外呼 外呼打电话 包括等等一系列的 发短信啊 发微信啊 或等等的 对吧 通过这去管理客户关系嘛 其实本质啊 包括去记录 OK 那基于这个场景下 我们来看一下 嗯 就是两个制动化的优化 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 我们可以通过成交的用户画像 大家想一想 我们上节课有讲到说标签 对不对 整个数学建设标签 OK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给成交阶段的用户 去打上标签之后 我们去看成交阶段的用户 画像是长什么样子 那以此我们前面 比如说我们举的这case 嗯 这里有个线索池 对吧 那我们可以把线索池 所有线索都打上运用画像 从而去 知道我们的哪些潜刻 哪些线索是我们的目标潜刻 对不对 哪些线索是我们的目标潜刻 就相当于通过结果去推导我们 需要哪些线索有更高的成交意向 对吧 这也是一个case一个点 包括我们可以通过智能化进行线索评级 什么含义呢 就是理论上 我们CM中管理的是销售线索 我们希望成交的越多越好 包括其实可能线索很多 销售来不及去挨个去成交 那当然是优先高意向的吧 对吧 那就高意向 是不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他们有通话 对吧 我们可以把成交用户的通话样本数据 然后通过语音转移啊 NRP分析啊 分分词啊 情绪分析啊等等的 对不对 然后去转移出来 包括其他阶段的通话数据的分析 去进行成交概率的预测 对吧 这也相当于就把语音转化成文字 然后包括情绪的分析 然后包括各个阶段的通话数据分析 去进行成交概率的 就这个客户这个线索成交概率预测 从而给他一个评级 比如说高中低 然后让销售座椅判断 对不对 这个相对于说通过智能化去帮助他去 帮助销售进行更好的工作 OK 这场景case 然后后面我们来看知识图谱及应用啊 下面讲一下知识图谱 就前面我们一直提到说 整个智能的体系化 我们先看一下什么是智能图谱啊 叫吧 sorry 知识图谱 其实知识图谱 本质上 它就是通过三元组表的方式 现在核心主要的这个场景是通过三元组表的方式 去表述出来 什么SPO 就是实体关系属性 实体和实体之间的关系 以及属性 什么含义呢 比如说人物 对吧 他有一个人物一 那他的姓名是他的属性 叫小名 人物二姓名小红 那书 书有作者 作者的 对吧 人物一 就是书和人物一的关系 对吧 人物一是书一的作者 人物二也是 人物三也是 对吧 那这个书 书的名字是什么 叫企业智能 对不对 这个我给大家列了 那他其实变成一个知识图谱的话 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书一的作者是人物一姓名是小名 作者人物二姓名小红 人物三小张 书名企业智能 那这个时候你通过这个图你可以推理出什么 是不是可以推理出小张是企业智能的作者 小红也是作者 小明也是作者 对吧 那小明和小红 和小张都是这个书的作者 对吧 我等等你通过这个关系可以各种推断出各种结论 对吧 这有图的推理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构建知识图谱 就知识图谱可以通过图的推理去 相当于我们把现实世界的这个关系 包括他的知识去变成图一样能推理 OK 那这是知识图谱一个大概念 那我们通过case去来看一下 其实智能客服是最早在知识图谱领域应用的比较广泛的 这个领域了 那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其实智能客服我们怎么实现对话的 对吧 怎么实现人和机器对话的 其实本质是说我们先通过 其实这也是训练 我们训练就文本 有一段文本 我们通过给文本去分词 分词就打标 什么叫分词 比如说 我 比如说我在讲课 对吧 云峰老师在讲课 云峰是什么 名词 对吧 老师云峰老师名词 讲课动词 云峰老师 讲在讲课 讲课是动词吗 差不多 我这个主义逼真的不太很好 差不多 比如说云峰老师在吃水果吧 吃是动词对不对 然后水果也是名词 其实分词就是相对于说 把这些词性分开之后打标 打标就相对于比如说云峰老师 是名词 水果名词吃是动词对吧 打上标 然后其实形成知识库 包括有些比如说愤怒 比如说 举个例子 BB就一句骂人的话 然后他其实表示是愤怒情绪 这个相对于说是他的知识 对不对 其实他最终是录入到知识库里 知识库大家可以简单理解成什么FAQ 对吧 就是一问一答 其实这个知识库也可以是人工录入的 也不一定是完全是由这种通过文本分词 然后通过去打标形成的 那包括其实前面有说的文本分词打标这个过程 可以是人工可以是算法 就是最初肯定是人工的 对吧 我们人先把这个句子分词 然后什么样的词性去标记上 那但是这些东西标记得多了之后 可以通过算法训练 然后算法去判断这个文本怎么分词 对吧 就NRP领域怎么分词 然后包括这个词性是什么的 是情绪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对不对 然后诸如通过算法去打标 然后形成知识库 那知识库通过知识和知识库之间的关系 变成了知识突破 是不是感觉稍微有点抽象 对吧 我给你具象一下 具象个case 比如上海 对吧 上海是什么 上海是直辖市 直辖市是上海的属性 对不对 OK 那中国是什么 中国是一个国家 因为大家想想 单纯上海 它没有含义的 它不是像我们人 对吧 我们一提上海 知道它是直辖市 是城市或者什么 它对机器来说没有含义的 它不像你 你跟你说 你就知道 那中国是什么 是国家 对不对 那其实直辖市和国家 什么行政关系 那这个时候上海和中国 那它其实就是相当于上海 是中国的一个直辖市 对吧 它俩之间是有行政关系的 OK 那比如说北京直辖市 北京也是直辖市 对吧 那这个时候 它能通过以此去判断出来说 中国的直辖市还有北京 对不对 OK 那我们再来看怎么形成 语料的 怎么怎么形成对话 以及意图识别 以及最终和你 就是最终和你产生对话的 首先语料 比如说 这时候一个人来问 说 请问上海是直辖市吗 直辖市还有哪些 对不对 对话的时候来问 这叫语料 这个时候我们机器就去识别 它里头先给它进行分词 对吧 分词 首先它问直辖 它问上海 以及直辖市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从知识图谱 不是网 机器从知识图谱中去挑选 知识之间的关系 这个时候发现上海是直辖市 对吧 因为它的属性是直辖市 以及直辖市 还有哪些 我们看直辖市 它是中国直辖市 那中国直辖市还会有哪些 比如北京 对吧 包括天津其他的 这里就其他的不列举了 那比如说中国 好吧 sorry 上海是中国的直辖市 对吧 然后以及直辖市 还有北京 对吧 天津 以及重庆 然后其实知识图谱 刚才只是举了case 知识图谱有很多的应用 比如行业的知识图谱 像这个新冠的图谱 比如说 它的病症是发热 对吧 病症就是那个属性 对吧 它属于症状 OK 他们的关系是病症 然后比如说这边 它可以引起 这些包括治疗 对吧 通过什么属于什么 检测等等 就是这是新冠的知识图谱 对吧 其实你会发现 万物都可以构建知识图谱 那下部我们简单 简单给大家拓展一下 就是知识图谱 它怎么形成 以及跟图计算观想 因为跟数据相关 这里就是它怎么去构建的 首先我们在数据库有图数据库 这个图数据库 Graph Database 不是说存图片的 就是图关系 比如说 NU4G 等等的GraphDB 给大家举个case 比如说像在二维的数据表 对吧 数据表 那比较负子节点 大家看数据 ABBCBD 对吧 发现都有重复的 负节点和子点点会有重复 它如果形成一个图的话 其实就是这样子 对吧 其实这样 如果懂数据的做数据的同学 可能会知道 这个什么 这个数据血缘 或者等等的 对吧 它和之间有关系 你如果单纯看这个二维的表 它这个关系很难构建 不管是机器还是人 你如果把它变成图关系 它很容易 就是比较容易去推断 推理 或者说去识别 那其实本质上就是相对于说 基于图数据库 它可以很容易的去构建 这个之间的关系 以及最后最终变成制度 这个制度 其实 那个 就是也是一个三元组表的 对吧 另一个场景的 给大家结了个图 OK 那为什么我们一直说 整个智能化体系 那个要结合 知识图谱去来做 这就回到我一开始强调场景 就我们智能化 既然不需要人了 对吧 那我们一定要通机器去识别场景 以及场景的处置规则 以及最终的效果好不好 对吧 整个这一套完善 都是要机器来决策的 那其实对于知识图谱来讲 大家想想 我对于这个场景 对吧 对于这个场景 我是不是需要 场景上会有一些特征 我可以和我消费行为 比如说就是一些特征 对吧 消费行为是这个场景的特征 我可以通过这个特征 然后通过识别规则 我能识别出是这个场景 OK 那在这个场景下 我会有营销方案 就一对营销策略规则 那这个营销方案 是我这个场景的处置规则 那我这个场景的效果 对吧 也就是这个场景的反馈 就是场景效果 那基于此效果 就相对于说 什么样消费行为 然后什么样 就这个消费行为的规则 识别出来之后 什么样的营销方案 处置完了之后 什么样的效果 比如说这个效果不错 那我以此去不断的去优化 对吧 我如果效果不好 其实也是不断优化过程 对吧 因为目标一直在提升 那其实我就相对于说 把这个场景 它一系列的知识 构建在一起之后 我建立关系 从而去实现智能化 就是我智能识别这个场景 以及识别了这个场景之后 我智能去决策用什么样的处置规则 那以及在这个处的规则下 我基于历史数据 我就知道它的效果是如何 怎么样子的 对不对 OK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通过知识图谱 去实现整个的智能体系 那以及包括场景2 其实你看这个图 为什么我们把场景1 场景2都放在这 因为它这些东西都是共用的 比如说你所谓消费金额 这些举个可以消费金额 消费频率 对吧 它可以 就是也可以作为那个场景2的 它的规则特征 包括它的消费行为 包括它的方案 对吧 它方其实就相对于方案里 它有一包方案 那这一包方案就一堆规则 这堆规则有一部分规则 适用于场景1 有一部分规则适用于场景2 对不对 OK 其实本质上是这个理念 也就是说 其实是实现整个从 像前面说数据闭环 场景的感知 对吧 规则的就是我需要使用哪些规则 去判断 就是机器判断 以及我最终做的这个决策 包括效果 效果是用来优化的 如果效果好 OK 这个规则没问题 效果不好 我从而去进行智能的去调整 对吧 选择 OK 拓展大家大家听听就好了 我觉得 这这尤其是智能书 包括这后面这内容很核心的是 对大家一个视野的扩充 那我们这一课的内容 就先到这儿